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金属悬疑片《鬼讯号》 影片一开场 二婚的忧郁叔一大早就打算跟作为著名作家的老婆金发姐下扯淡 金发姐则很理性地打消了忧郁叔的嫌疑 拿出一夜孕棒说 我告诉你个喜讯的,老娘已经怀孕了 忧郁叔一听是喜极而泣啊 听想我整天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终于有了受获 随后金发姐开车去见出版商 顺便把忧郁叔的儿子交给自己的前任 忧郁叔说这路上车多人多小心开车 金发姐说这老司机飙高速心里有数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忧郁叔眉开眼笑的来到单位 助理说看你一脸的春风得意是捡到钱包了还是有了外遇了 忧郁叔说帮我准备一束鲜花和比利时巧克力 甭一脸的问号了,快去快去 但人生就是这样,有顺利也有不如意 金发姐一夜未归啊 第二天忧郁叔便收到了消息 说金发姐在换轮胎的时候不幸掉河里交了饭票 而且这尸体啊一直没得到 他前妻说亲爱的伤弯物脏啊 如果觉得寂寞可以到我那睡觉 忧郁叔说谢谢你的好意啊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去 转过天,当忧郁叔上班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王大白在跟踪自己 忧郁叔说你从我家一直跟踪到我单位 你不会以为我是gay人 王大白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从那边收到的讯号啊 你老婆金发姐已经交了饭票了 忧郁叔说你甭来这一套 你一哆嗦我就知道你撒什么尿 王大白说这个世界很奇妙啊 总有你想不到 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我会给你想要 这一天到晚看着老婆的录像 忧郁叔是越看越惆怅 到了后半夜 忧郁叔正睡觉的时候 两名警察不请自道 警察说非常遗憾的 你老婆的尸体 昨晚上被保安在河里发现 你节哀顺变了 中年丧期忧郁叔彻底是懵逼了 转过天 当忧郁叔在工地乘电梯的时候 突然停了电 这个时候他接到一电话 他拿出手机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他发现这手机屏幕上显示的 竟然是金发姐的电话号码 这下可把他的唯物使官 彻底给打乱 忧郁叔回到家 急忙拿出金发姐的手机 而就在这个时候 金发姐再次给他来电 忧郁叔一看着 当下再次猛的一颤 他急忙拿起电话接听 但里边出了噪音 什么也听不清 第二天一早 忧郁叔来到了王大白家 见到了有同样困惑的冷淡姐 王大白说 EVP是超自然电子噪声现象 那些死去的人的灵魂 通过EVP跟我联系 我不仅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还能看到他们模糊的形象 并且通过录像带 把他们记录下来 接着王大白播放了一段 金发姐的录音 忧郁叔一听是痛不欲生 冷淡姐说 我未婚夫是八个月前个儿的屁 她通过这套设备跟我说 她在那边过得还挺满意 转过天 当忧郁叔再次来到王大白家的时候 突然听到那边竟然有人说脏话 王大白说没什么大惊小怪 那边的鬼跟咱这边的人一样 也是有好也有坏 一天晚上 当忧郁叔正在家听录音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王大白的电话 王大白说出事了 你赶快来我家一趟 当忧郁叔来到王大白家一看 发现王大白已经领了号砍 王大白虽然嗝的屁 但这项事也不能放弃 忧郁叔弄了一套全新的设备 打算继续跟金发姐联系 可这哥们折腾来折腾去 金发姐就像皱包子打狗 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忧郁叔无奈 只好求助于灵媒师 灵媒师说 你可不能再这么下胡闹 搞不好是要交翻票 我们好不容易才跟他们的领班 搞好关系 你这么一弄就前功尽弃了 你再这么胡乱干涉 早晚会闯出大祸 一天晚上 忧郁叔终于收到了金发姐的讯号 说有人马上就要交翻票了 让他迅速赶到柳叔大道 他急忙开车来到了柳叔大道 看到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其实这起事故并不是意外 而是有三个恶灵使得坏 当忧郁叔刚把孩子救出来 孩儿他妈就被高雅店击中歇了菜 转过天 忧郁叔再次收到了一些奇怪的讯号 并且根据这些讯号 查到了一个被绑架的女人大兄妹 金发姐在那边说 大兄妹凶大臀翘 你可不能让她交翻票 只要把她给救了 你下半辈子就有依靠了 忧郁叔一听都乐出鼻涕泡了 说亲爱的 大兄妹到底在哪 你好歹给我个信号 而就在这个时候 冷淡姐的脸突然在屏幕上出现 这姐们一看吓得是花枝乱颤 因为谁的形象一旦在录像带上出现 就意味着谁要领和玩了 忧郁叔说 大妹子你烧完乌燥 也不会交翻票 可忧郁叔的保证根本没去用 到了后半夜 恶灵们一发工 当时就把冷淡姐给搞梦了 忧郁叔走出卫生间 发现冷淡姐站在阳台上 是一脸的梦圈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冷淡姐便跳个楼 警察龙套哥说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冷淡姐跳楼的时候 你正好在阳台上 忧郁叔说 我想阻止她 可惜是狗撵兔晚一步 龙套哥说 回头到所里一趟 给我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忧郁叔回到家 发现恶灵们 把她的设备全给弄坏 金发姐在那边说 大兄妹被关在了 16号码头的烂尾楼 你必须抓紧时间过去 不然她就嗝的屁 其实吃瓜的忧郁叔 根本想不到 这一切都是那三个恶灵 给她下了套 目的就是请君入供 要了她的命 忧郁叔刚来到楼上 金发姐的影子 就在墙上出现 金发姐说 你这个大傻猫 这是一圈套 赶快跑 不然就跑不了了 不过金发姐 可没我说的这么详细 忧郁叔听了半天 也没明白怎么回事 而就在这个时候 楼上突然传来了 大兄妹的惨叫 忧郁叔心想 这大兄妹 可是我后半辈子的依靠 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估计我得打一辈子光棍 忧郁叔急忙来到楼上 发现绑架大兄妹的 竟然是自己的 手下员工酱油叔 这酱油叔在这之前 就漏过一面 如果不闪回 你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谁 酱油叔说 这都是那帮恶灵的主意 如果我不干 他们就让我嗝屁 接下来是忧郁叔和恶灵们的 一场人鬼大战 忧郁叔在这场 一边倒的战斗中 很快就能喝饭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 唐诗压经了 人走人的阳关道 甭跟鬼魂吓胡闹 如果你敢不听劝 迟早让你交翻票